之所以说这部电影先锋凄厉 是因为它堪称神欲言 超越时代常看常青 电影里大众抵制日货 讨伐各个商铺 这一幕就如不久前 日本倾倒河污水后 引发舆论渲染 许多人冲到中国渔民的直播间 怒刷恶评 将主播逼到崩溃落泪 电影里林家铺子为了阻止顾客流失 保住生意和全家老小的吃喝 连夜将烫手山芋般的日货标签撕下 换成国产标识 这场面也跟不少日料店连夜出声明 澄清原产地的做法遥相呼应 但电影还拍出了更多不被人熟知的 黑暗刺骨的部分 这在杂货铺林老板一家的命运中 体现的淋漓尽致 比如即便他们换下了日货标签 仍打消不掉顾客的疑虑 林老板只好求助商会 可玄机遭到了商会的盘剥 不交钱就是不爱国 没人做报 检查只会一波接一波 林老板只好掏出400大洋打点 才换来赵卖的许诺 但上面让卖日子仍不好过 对手商铺恶意竞争低价懒客 眼看就要抢走所有生意 逼得林老板只好给出更低的折扣 但卖的越多赔的越多 家具经营惨壮不说 还得罪了整条街的商家 于是各类诋毁谣言 建起林家圈钱跑路的消息转开 那时商铺经营资金一部分来自老百姓的集资 每年腊月正是商铺付利息给老百姓的之后 随着谣言传播 自然不断有人上门要钱 这让林家铺子的财务状况雪上加霜 但存户利息到底还算是小头 年底要结的货款才是最让人头疼的 上海供货商来人轻账 堵在林家步步紧逼 说不知林家铺子的现金周转早已崩盘 无奈之下林老板只好到钱庄借钱 但乱世之下 钱庄早已保守经营 钱账不清后账不借 林老板不仅空手而归 反被催着还之前的借款 你要钱他要钱 所有人似乎都来要钱 连天上都会平白飘下征收军饷的通知 大雪夜 林老板绝望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只是这一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好在事情出现了一线转机 林家铺子还有一些顾客的赦账 这账收回后可以用来支付货款 加上时逢上海难民逃到镇上带来了商机 林家铺子想出了日用品一元购的法子 也就是每件一元通通一元 没错 90年前 林家铺子就想出了这种促销方式 生意也终于有了起色 但正如原著那份含义刺骨的文学风格 电影里 林家铺子的希望也迅速破灭 反被进一步逼入绝境 好不容易收回的货款钱票 被钱庄扣下底战 供货商拿钱后也甩手走人 明年进货没戏了 一元购的火爆 又让本就颇受排挤的林家铺子 彻底被孤立 同行的诋毁算计愈演愈烈 偏偏此时 命运又开了个玩笑 林老板的女儿 被妻妾无数的商会局长看住 对方美其名曰 给出庇护 实则就是想霸占民女 到底是轻生骨肉 林老板拒绝了女儿的婚约 但也因此得罪了局长 连带此前明理案例得罪过的人 也都趁机串通一气 局长联合商会 以维护行业公平为由 将林老板扣下 对手商家瞅准机会上门 借机将林家铺子的 日用品存货刮了个干净 要钱 要货 要人 没有喘息口的联合绞杀 断绝了林家所有的出路 于是林家铺子垮了 林老板嫌女连夜离开了 生活了几十年的小镇 明天一早 又是更大的乱局